他要來我這邊攤位三次 他看到我這個攤位會來的 我喜歡這一隊 這一隊排價是6,400 攤商跟移工在大街上起爭執 遠景一到場 馬上問是怎麼回事 他要叫你賠喔 不要啦不要啦 不要啦不要哭啦 攤商說移工在試戴手錶時 把扣環弄斷了 賠償金額瞧不攏 玩得下次啊 跳蚤市場的東西嘛 業者自稱手錶是正版CK 表帶扣環斷了要移工 賠6,000塊錢 移工嚇傻了 認為價錢太貴 攤商打折後說2,000塊 移工仍然不接受 報警求救 扣子他不小心拉到斷掉了 拉到斷掉了 所以斷掉的現在在哪裡啊 在這裡 吵架地點在彰化中央路橋下 現場是擺地攤 跳蚤市場 大年出發兩位移工去逛 手錶看很久 沒想到一袋扣環就斷 最後花500元把事情擺平 實際詢問中表業者 應該是真品啦 但是他是很貴的型啊 他的新的價值可能7百千塊 還是巨的沒有那個價值感 中表行說手錶應該是正版沒錯 但十多年了已經沒價值 賣6,000塊錢不符合行情 全新錶帶也才1,500 移工花了500塊錢 最後還是沒有把喜歡的錶帶回家 TVBS新聞陳志忠黃國鈞許又翔 彰化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